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这个牛排他已经足足准备了两年时间了 而他请来见证这个试验的全都是业界的牛人 这西餐牛排好像没啥稀奇的 张文华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煞有介事呢 张文华的这顿牛排稀奇的地方就在这食材上 这牛可不是一般的牛肉 而是青藏高原上的牦牛肉 把牦牛肉用西餐的做法煎着吃 别说张文华没吃过 连厨师长都没做过 用牦牛肉做牛排 这可是破天荒的事 因为制作牛排的肉非常讲究 需要特别嫩 还要多汁 还要香味浓郁 一般的黄牛可长不出这样的肉 那必须得是两岁以下 经过标准化育肥的肉牛才行 而且在硕大的一头肉牛身上 能够做牛排的肉 也就是腰上背上 再加上腿上的那么几块 连黄牛都长不出这样的肉 放牧的牦牛就更别想了 可是这一回 张文华就想挑战一下 用自己养的牦牛肉 做一把西餐牛排 张文华请来品尝这牦牛排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是国家肉牛 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里的专家 要说吃牛肉 他们算得上是最权威的时刻 吃了这铁板煎的牦牛肉 他们是个啥感受呢 吃了多少年 牦牛肉第一次和坚持吃牦牛肉 鲜的多些口感 还相近容易 天下喜喜算 牦牛肉煎做吃 看来科技无所不能 很巴适 四川话里的很巴适啊 就是很舒服 很靠谱的意思 在张文华的餐厅里 牦牛肉不但可以煎着吃 还可以涮着吃 有胆的话 还可以生着吃 牦牛肉还用得着炖着吃吗 陶冰海是国家肉牛 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 他这句话提醒了大家 过去啊 牦牛肉可都是炖着吃的 而且这个炖 还得用高压锅来炖 就算是用高压锅炖了 吃的时候呢 还要考验一个牙口 除了炖着吃 牦牛肉另外一种常见的吃法 就是牛肉干 那么大伙来猜猜看 为什么要把牦牛肉 做成牛肉干呢 我觉得因为牦牛嘛 它不是那个生长在草原上 然后它肯定活动量比较大 那个肉不一炖起来比较脆 所以都给做成肉干了 牛肉卖十块钱 放上干没什么卖五十块钱 可能路透遥远 运输不变 变异除存 所以家中就留着干了 到底哪种说法更靠谱呢 我们还是到当地去调查一下吧 这儿是位于青海省大通县的 一家食品生产企业 牦牛肉干就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因为牦牛肉呢 它的肌纤维比较粗 是合作这个肉干的制品 因为肉干的制品呢 就是说一般都属于休闲产品 就消费者在家里头 没事的情况下 或者在看电视的情况下吃它 这样的话就肌纤维比较粗 有咬头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牦牛肉就应该是纤维粗 肉制老的 造成肉老的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市场上销售的牦牛肉 都是养殖了好几年的牛 肉都长老了 牦牛要养得非常大 要出篮 牦牛就养到七八年 这样呢 这个养到那个 达到那个金树 它的肉质呢 是很老的 很硬 煮不烂 脚不动 牦牛养的时间长 是因为条件限制 高原上的牧草长得慢 牦牛平时吃不饱 牧民要想让牛达到出篮的体重 就只能是多养几年 这样养出的牦牛肉就很老 所以过去的做法 就只能是炖 或者是做成牛肉干 但是张文华 居然用牦牛肉做成了牛排 他是怎么把肉变嫩的呢 张文华当初 改有这种想法是有原因的 因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肉牛育肥 他很清楚一点 牦牛肉不是天生就是老肉 如果是小牛 人家的肉也是嫩滑的 但关键是 小牛得长得出那么多肉来 而要想让年轻的牦牛 长得彪肥体壮 关键就在养上 一定得让它们吃饱喝足 张文华修建了标准化的牛圈 把牦牛从过去的放牧 完全变成了圈养 它大面积种植适应高原气候的燕麦草 代替了草原上的天然牧草 燕麦草的平均牧产 高达三到四吨 是天然牧草的十几倍 而且营养也更加丰富 燕麦它的紫石里面 它的淀粉含量很高 因此它的冷量高 用于温油的话容易上标 第二个呢 它的蛋白含量高 它的平均的 粗蛋白的含量都在15%左右 而我们这个草原上的草 它平均的粗蛋白的含量 也就在11%左右 有了眷舍 有了草料 接下来就是牦牛了 刚从草原上拉回的牦牛 下车面临的头一件大事 就是要打针消毒 为什么牦牛刚一进门 就要给它们来这么个下马威呢 这些牦牛都是在不同的幕户家 不同的乡镇 甚至不同的周线 它是一家一户收回来 集中在这样子 所以对每一头牛的防疫情况 不是太掌握 以前放牧的时候 给牦牛打针喂药 是很困难的事 要是牦牛病了 必须打针 那得组织好多人 像打仗一样 对病牛围追礼节 这些牦牛的防疫 因为太费劲 所以牧民平时给牦牛做的防疫就比较少 如今进到圈里 养殖密度大了 疫病防控就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个牦牛这么大规模集中饲养以后 它这个防疫风险也是垂直加的 万一你像这一群牛的话 要是发生一头牛发生疫病的话 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要想获得嫩牛肉 养殖的时间就不能太长 只有牦牛身体健康长得好 才能够早出来 所以疫病防控非常重要 而有了眷射 给牦牛消毒打针 也确实方便很多 刚开始给牦牛捕寺的时候 张文华也走过弯路 因为看见收回的牦牛都比较瘦 当时张文华有些着急 草料精料都给的比较足 但是养了两个多月 这些牦牛却好像没怎么长肉 张文华有点懵 像这个牛 它的体重还没有黄牛大 一体重的味道三公斤左右了 我怎么打开它 这两个多月的设计中 变化不是那么太明显 草料给的足 牦牛也天天在吃 但是为什么长肉慢呢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 岗位专家 王之胜教授来看过以后 发现问题出在饲料上 首先是燕麦草切得太短了 这个料它就揉切得太短了 太碎了 这些牦牛 它的生活习惯就是吃这个长草 长草更有利于它的这个反粗 除了草切得太短 王教授还发现 张文华他们给牦牛喂的精料也太多了 牦牛的胃口比较粗 草切得长一点 精料得少加一些 反而有利于牦牛反粗 长肉更快 张文华及时的调整了饲料配方 并且饰养了几批不同年龄段的牦牛 最后 他把目标锁定为四岁以下的架子牛 这个阶段的牦牛 身体就像是刚建成的空仓库 变化最明显 刚蒸了一个月 一体给它为两公斤量 它一体的增重 就能达到七百多八百克 体重一天增加七八百克 这对于牦牛来说 是从来没有过的生长速度 这种生长状态的变化 曹滨海教授从牦牛趴着晒太阳这个行为上 就看出来了 牛有一种特性 在饥饿状态下绝对不握 放牧的牦牛 很少有握的 原因呢就是吃不饱 所以说这种握的行为呢 首先反映的是吃饱了 对比在说对这样的条件之下呢 那么这个牦牛的用量少 那么增重快 肉质呢 肉质呢比较嫩了 脂肪呢容易沉积了 一天增重七八百克 牦牛育肥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经过三个月的育肥 牦牛的平均体重能够增加七八十公斤 张文华一算账 诶 这效益还真不错 我们一头牦牛养下来以后 它的利润都在七八百到一千块钱 育肥三个月 牦牛体重确实是明显的增加了 但是呢跟纯放牧的牦牛相比 肉真的是变嫩了吗 专家们决定到张文华的加工车间里验证一下 在张文华的工厂里 牦牛的屠宰分割是在一条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进行的 用来进行比较的是已经去掉毛皮和内脏的牦牛动体 从重量上来看 这一头三岁放牧牦牛的动体重量才八十四公斤 而同样是三岁 但是经过育肥的这头牦牛 动体重量达到一百零二点五公斤 多长了十八点五公斤肉 特别是可以用来煎着吃的那几块高档肉 比如背上的脊肉 腿上的小黄瓜条等等 变化更加明显 刚才测试的结果呢 这个小黄瓜条啊 它的增动重量的增加呢 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多 那么关于这个外脊呢 增动啊 比放牧牦牛啊 它就有一种本能 一旦有机会 会加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的脏气 脂肪它有缓重作用 经过育肥脂肪成绩多呢 首先是这个部位 实际上它外边是肾脏 现在已经把肾脏取掉了 可是呢 放牧的这个牛呢 它就肾脏肾脂肪很少 对于同龄的牦牛来说 经过育肥的牛 的确是肉多了 脂肪也多了 如果把不同年龄的牦牛放在一起比 肉质的差别又会有多大呢 虽然曹教授已经用嘴尝出了一个结果 但是专家们还是更愿意通过试验来证明 他们选择了三头牦牛 取了牛身上相同部位的肉来做饼 这三头牛分别是三岁育肥牛 三岁放牧牛 还有七岁的放牧牛 论颜色 三岁育肥牛的肉色最鲜 七岁放牧牛的肉色最深 再试试嫩度 到底哪头牛的肉最嫩呢 这排一期呢叫肌肉嫩度移 这个它的上下运动就是模仿的我们牙齿咬断肉的动作 它这个显示的值越大 说明了这个肉越老 那么从测试结果看 七岁的放牧牛 它的素质最高 那么肉最老 那么 三岁的育肥牛呢 它的素质最低 那样它肉嫩 而且差异很明显 张文华一直在为牧牛肉变嫩而努力 通过捕丝育肥科技养殖 牧牛肉质确实是变嫩了 但是呢 似乎还是达不到做牛排的程度 为了让这肉更加嫩 张文华在屠宰和加工环节 又用上了新的技术 对于张文华来说 牦牛肉变嫩的第二个秘密 就藏在加工的过程中 专家们想验证一下 屠宰之后的牦牛肉 在加工过程中 是怎么变得更嫩的呢 他们选了两头 同样经过育肥的牛 取下了牛身上相同部位的肉 然后放置在冷库里 十个小时以后 当车间主任周玉琴 拿着另外一块同样的肉 走进冷库时 吓了一大跳 哎呦 这肉把缩成这样的 缩了一块呢 那三块肉是一样的肉 都是我缩出来的 原来差不多大小的肉 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差别 那么在过去的十个小时当中 冷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回看一下 没看错吧 牦牛肉居然在跳舞 再看一遍 没错 牦牛肉就是在跳舞 而且有一块跳的特别劲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动物呢 这个屠宰以后呢 它呢 这个细胞呢 还在活动 还有一定的能量储存 如果在冷却过程中 它的能量储存比较多的话 那么它就会 这个随着温度的降低 形成剧烈的收缩 那么会形成冷却缩 原来这是牛肉出现了冷收缩 牦牛屠宰以后 鸡肉里面的细胞 不会马上就死掉 在几个小时之内 都能明显看到 鸡肉还会动 而现代化的肉品加工 需要尽快将牛肉动体 放置到摄氏零度到四度的环境里去 这就是常说的排酸 但是 在排酸过程中 能量储备多的鸡肉 就会发生冷收缩 肉质反而会变差 变得僵硬的肉肯定不好吃 既然低温环境会造成肌肉冷收缩 那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么一个排酸过程呢 要说清楚这一点 我想先请大伙来猜猜看 你知道平时常说的排酸肉 排的是什么酸吗 太专业了这个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排到氨基酸吧 排盐酸 排酸 反正我超时老看上排酸排酸 我感觉应该是叫肉酸 答案五花八门 并不奇怪 因为排酸这个词本身就不准确 这套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 从德国引进的 当时的技术人员 没有完全了解其中的道理 所以就以偏概全的翻译成了排酸这个词 排酸里的酸指的是高能磷酸根 是细胞中负责运送能量的一种物质 动物死亡之后细胞还活着 就是因为有它还在传递能量 但是排酸并不是真的把高能磷酸根给排出去了 那是排不出去的 把肉品低温放置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加速了高能磷酸根的分解 这就相当于破坏了细胞里面的能量配送系统 没有了能量支撑 细胞壁就会溶解 组成细胞的蛋白质就会被酶分解 变成各种游离的物质 肉就变得更嫩了 风味物质游离出来以后 肉就变得香了 肉质的这个变化过程 准确来说 其实应该叫做熟化 但是在熟化的过程中 如果发生冷收缩 肉反而会变硬 那不就违背了熟化原本的目的吗 怎么样才能防止肉质发生冷收缩呢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同时放进冷库的其中一块牛肉 收缩变化就比较小 那么这块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